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传统的遥控器操控以外 又增加了手势和语音的操控方式 这也是结合我们的技术发展状态 来扩大我们的应用范围 这次来参赛的四个队伍 他们的手势语音控制的精度都非常高 场地设置更贴近实战化 以后满足我们的军事需求做准备 订阅屏幕渡